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我们的前首相 Mate 他今天又来讲一个风话 他最近讲的风话已经够多了 很多我已经不来样了 不过今天这个我有兴趣拿出来讲一下 他就说呢 我们应该要废除掉那些多元流的小学 也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华小丹小全部废除掉完 全部人读国小就好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缩小了马来西亚种族之间的鸿沟 其实这已经是一个老掉牙的课题了 不是一个新闻课题了 他现在又拿出来讲 纯粹是来 煽动一下种族关系了 他想做什么事情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 OK 现在我就想来说一下 这个 废除多元流的小学 就算你今天 你已经正式宣布了华小跟单小不存在了 华人 小孩跟印度小孩还有马来西亚 全部在一起读书 然后又怎样 然后我们的种族之间的鸿沟 就解决了吗 并没有解决 真的没有解决 你不要忘记了 就算华人小孩印度小孩跟马来西亚小孩在不同的小学读书都好 到了最后他们也是会去同一个国中读书 我告诉你华人子弟90%是读国中的 这是一个事实 只有很小的部分少过10%读读中罢了 所以90%的华人到最后也是会去国中 去国中也会跟那些马来小孩还有印度小孩一起读书的 我们都经历过这些东西的 然后 种族鸿沟还是存在啊 到底种族鸿沟是从哪里来的 我告诉你种族鸿沟很大的成分是来自政客 怎样说呢 你想一下 那些政客 尤其是以前的巫统 然后是现在的回教党 他们永远都是用同一套 每天灌输 整个马来社会说 你们很差 你们很弱 你们需要我们作为民主保护神 不然的话你们会被华人欺负 不然的话明天行动党就做政府 华人就做政府 共产党做政府 然后你们马来人全部沦为奴隶 这一套说辞呢 我闭上眼睛 我都会背的 我告诉你 OK so后 每个人 都是这样来被洗脑 长死下去 60年下来 你叫这个种族鸿沟怎样不大 你要怎样去缩小这个种族鸿沟 如果你真的是有心要缩小这个种族鸿沟的话 我必须要说 马来西亚的三奥法令 快点 出炉 然后快点严格执行 严格执法 谁再敢 在公开场合说 马来人很差很弱 你们需要民主保护神 哔哩巴拉之类那些 马上抓 然后马上排期上法庭 马上判 这样的话呢 我们要确保呢 真的以后再也没有人 在市面上 在散播这样的种族言论 这样呢 我担保 你第一时间可以缩小这个种族鸿沟 因为呢 你把那个祸害已经调出来了 已经没有人在那边煽动啊 在那边呢 播放这些谣言啊 ok 这是第一点 这是最重要的点啊 我们如果要缩小种族鸿沟呢 就是先把这些每天讲种族言论的政客 先挑出来 然后第二点 我们从政策方面来想的话呢 是 其实我一路来我都有构思一个东西啦 就是 你还记得以前我们有这个国民服役吗 国民服役其实是一个很费的东西啦 然后后来 西蒙第一次做政府的时候已经废除掉了 我很高兴这个东西被废除 因为 他又浪费钱 他又浪费时间 我一路来我都认为 这个国民服役是哪里坑钱的东西吧 我老实讲一句 他被废除的话 我们省了很多钱 ok 国民服役 你想回去 当初国政政府说 这个国民服役 他的宗旨是什么 他说要促进 民族之间的团结 因为三大民族的小孩呢 都有份进入这个国民服役 然后大家一起操练什么 然后呢 就可以促进民族团结 多来讲啦 我刚讲啦 浪费钱浪费时间嘛 但是呢 这个国民服役呢 其实我一路来 我都主张呢 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执行 用什么方式执行呢 就是你把它放进去中学里面 怎样说放进中学里面呢 我们有读过国中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国中 我们是一定要参加很多制服团体啊 协会啊 还有那个运动啊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呢 其实呢 马来西亚的国中啊 制服团体啦 有很多种 有军古乐队 有Cadet Armager 有Bomba 有St. John 各种各样啦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不需要这么多的 我觉得全国国中的这个制服团体 可以统一 统一 一个就好了 Cadet Armager 即使是 男童军跟女后童军 也可以大概大概的Modify 变成Cadet Armager 就是少年军团 反正你讲国民服役 也是一种形式上的军训嘛 是吧 OK 你把这个军训呢 带进中学 你让中学生以后就是一种制服团体罢了 就是这个Cadet Armager 全部人一起在中学当兵 可以在中学里面呢 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操练啊 然后可以一起煮饭啊 一起野外露营啊 什么都好 OK 总之是三大民族一起活动了 其实你看啊 现在马来西亚国中啊 会有个问题 太多种不同的那个制服团体 也会变成华人就一个制服团体 马来人就一个制服团体 老实说 以前我国中的时候 军固也对100%华人的 然后呢 Cadet Armager Bomber 那些是100%马来人的 一样的 其实你把它全部combine 变成一个Cadet Armager 三大民族一起就可以了 你一石多鸟 你知道吗 你在中学 本来就要有制服团体了 你把它变成一个Cadet Armager 然后呢 它其实就等于你在中学里面进行了这个国民服役 所以你省钱 学校里面已经帮你做掉了 然后又可以促进了真正的民族的大团结 不好呗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执行的方法 你是给我做政府的话 我一定来做 就是呢 所有国中的制服团体同意变成Cadet Armager 大家一起在中学当兵 当然不是太严格了 但是我这里我就想到一个好处 那些中学胖胖的学生呢 他一起来参加Cadet Armager 可以顺便减肥一下 OK 除了这个中学方面呢 还有什么其他方面可以促进这个 种族的团结的 也就是马帝今天所说的 要缩小种族之间的鸿沟 这个之前我有提过的 其实马来人跟华人之间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呢 马来人对华人太多那些不必要的采集 就是被那些无良的政客所煽动的 就是我马来人我很怕你华人有一天 是会反过来骑在我头上 so 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要解决 这是一个问题的根本来的 要解决的 我以前我有说过就是呢 要培养整个马来民族的自信心 so 要怎样培养呢 就是呢 你要用各种各样的媒体 来呈现出 埋人成功的一面 就是以前的政客呢 就没说你们埋人很差很弱嘛 我们反其道而行 我们要通过一些媒体呢 来呈现出 其实马来人也是可以很成功的 也是可以很强大的 并不是政客们说的你们很差很弱 so 通过这样的方式的来建立整个民族的自信心 让他们非常坚定的认为 你华人一点都不可怕 我不怕你 这才是真正可以缩小种族鸿沟的办法 so 我讲的只是大概大概一个方向 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 怎样建立马来民族的自信心 让他们有充分的自信心 认为 华人是不可能欺在我头上的 ok 这个东西要去想一下 然后其实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要反其道而行 马来人是把华人想象到太过强大了 其实呢 我们真的很有必要呢 把华人呢 弱的一面呢 给显示出来 比如说其实华人有很多很穷的人 其实华人这些很穷的人生活过得很苦的人 这些也可以通过媒体呈现出来了 让马来人知道 不是你们所想象的华人全部都是有钱的 华人也是有很穷的 比你们马来人还穷的 也是需要帮助的 老大 给他们看 所以呢 两个concept就是这样 你要向马来人展示出马来人强大的一面 你要向马来人展示出华人弱的那一面 所以给他们知道 就是我们马来人也是可以很成功 华人也有很穷 这样呢 那个心态就平衡回来了 那时候呢 就没有种族鸿沟这回事 OK 最后 最后一个就是呢 我以前有提过的就是呢 我认为呢 我们人民呢 现在我们的生活呢 都过得非常紧张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生活成本太过高了 而你会发现到马来人的生活成本呢 高啊 高在什么地方 高在公车跟公务 很多马来人没有办法 每个月的薪水呢 一大部分的开销呢 要拿去公车公务 然后剩下来的钱呢 所剩无几 怎样拿去消费 马来人家经济怎样好 所以你去看新加坡 新加坡人为什么经济会这么好 为什么他们消费力这么强 他们全部租组屋的 然后呢 很多人都没有买车的 所以他们呢 不需要花太多钱在公车公务 其他钱拿来消费 拿来投资就好 所以 马来人家其实也应该朝这个方向去 我都说了 如果啦 以后啦 绝大多数人都住在城市 然后其实绝大多数人是买不起屋子的 这个时候呢 政府就应该要建很多人民组屋 跟新加坡一模一样 Style的组屋 不要是现在那种很恶心的Fly 不要 像跟新加坡一模一样的Style的组屋 新加坡做到极好 我们就做到极好 然后呢 用这个方法来大大的减轻 我们人民啊 在这个工物质方面 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然后呢 为什么我突然间想到这个东西呢 如果啦 我们真的是在城市啊 建立起了很多的人民组屋的话 然后分配人民组屋的时候 三大民住在一起 啊 就是华人 印度人 马来人 全部都住在同一栋组屋里面 肯定有交流的 不可能没有交流的 啊 这也是一个缩小 种族鸿沟的方法 啊 OK 当然这个比较难执行啊 所以我放最后一个讲啊 我刚才前面讲的都是比较容易执行的东西 啊 OK so 到了最后我们回到去我们今天主题的开始 就是 马蝶说 废除掉 华小跟单小 你觉得对于缩小种族鸿沟有很大的帮助吗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帮助啦 我觉得我该讲的那些东西 你全部做一遍的话 怎样都好过你关掉华小跟单小啦 哈哈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